妈祖是中国历史上传承上千年的海神 在中国沿海影响力很大 中国梅州祖庙妈祖第一次从祖陵出巡海外 沿着华人足迹走向世界 海外第一站驻碧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 马来的妈祖文化 尤其在我们雪龙的海南会馆 这种大举措的布置下 很可能在新的时代掀起一个新的热潮 在这种热潮的过程中 如何的弘扬妈祖精神 凝聚海外华人 增强海外华人的自信心 凝聚力和发展力 妈祖是不可磨灭的 天后宫是在首都 那么他来马来西亚 当然来首都是最好的 第二年我们这个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 是船码最大的 规模最大的 而且也是文化活动最旺盛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来这边是很合适 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 延续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思路热潮 特地举办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 以一套新思路来解密妈祖文化 学者认为 妈祖文化在不同环境 不同时代都有着他的一种发展模式 形成不同的特点 谈到妈祖文化本土化 国内外学者又有怎样的观点 我觉得在本土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天后宫的信仰等等的地方里面 其实它也有进行的 有了这个香火的一个兴旺之号 有了一些钱之后 回馈到社会的一个社区的发展 以及捐助教育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个在马来西亚 在地化的妈祖文化更应该提倡的文化活动 妈祖走向今天是靠它的美 靠它的品德形成的共识 一旦在马来这种多元化多种族的情况下 我们宣扬妈祖文化 应该多重妈祖的美和当地其他民族宗教 能寻找到共识的情况下 来做形成当地的妈祖文化的特色 睽違十年 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延续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思路热潮 再次主办马祖文化国际研讨会 这两项大型活动之间的举办时间 只有短短27天 再次刷新本会历史记录 马祖文化新思路 这个主题呢 其实就是马祖下南洋重走海思路 跟另一项工作的延续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呢 能够为马祖未来的文化 打造另外一个更多的文化工作 使这个马祖文化 在整个东南亚的来说呢 是有更多更丰富的内涵 黄良友认为 马祖文化不应该只是停留在 祭祀 民俗与文化的基础上 相反的 必须从马祖三大核心价值的 力德 行善 大爱精神 进一步探索 马祖文化的新思维 新策略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会 在未来的工作中 能够带出马祖对社会 对人类 对整个环保都有一定的发挥 通过这个马祖新思路的带动呢 让我们了解到人类在这个社会上 那么比总统的 过去的 旧的 看好呢 来的更需要 更必切的去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今天 祖庙妈祖回去梅州了 留下的 是满满的回忆 接下来 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 将加大力度推广本次交流会主题 也就是 延续马祖文化 思路精神 人文交流的传承使命 让马祖文化得以传承到全国各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